我們回來談 當然盤面最最重要的 護國神山水 台積電 我們來看到台積電 現在訂單塞到爆 到什麼程度呢 極調千人大軍趕工 陳彥 通常看到這樣的訊息 我第一個時間會想問的是 你們自己公司的人敢不敢買 結果沒想到訊息真的出來 他們有七個副總級的 很可怕 買買買 一月份通通加碼 其中有一個副總 買多少張 130張 1月的時候 130張是什麼概念 那他買在什麼價位 8千萬 買在什麼價位 這個重點就大概在1月均價 你大概在650 大概650 大概6百多 所以我說8千萬 誰可以對自己的公司 這麼忠心 忠心到 我8千萬跟他分裂 這樣怎麼好 這個可能也是 我得想討論的 但是我覺得重點在哪裡 他為什麼把自己 身家能趕砸進去 就是很簡單嘛 因為現在訂單接不完 訂單接不完到 剛才我們新聞上面就看到 要繞廊就是要釣人了 沒有辦法 你現在南科 你這個5奈米的16奈米的 你接下來三騎場出來以後 你每年要100萬片 現在到底要多少人 未來整個就業 到1.4萬人的時候 我現在不趕快繞人怎麼辦 所以現在過去台積電 最有名的一個部隊叫夜鷹部隊 這個夜鷹部隊實際上 它不是講24小時不停工的生產 它叫24小時不停的研發 所以這個夜鷹部隊 又要重新啟動的時候 大家會嚇到 因為過去我們講 10萬青年10萬軍 不是 是10萬青年10萬桿 台積電是10萬青年10萬桿 你要去想夜鷹 人家在睡覺你在上班 不是拚喝酒 所以現在台積電其實也是 24小時不停班 不停的研發 不是生產 生產本來就不停在生產 可是問題是我要不斷的在研發 我要趕上別人 所以加薪上 我要把別人落在更後面 對…大幅度的超前 沒有 也是後來才超越英特爾 對 但是我們現在的地位是 對 現在 好 那你要去想夜鷹 那我就要加薪30% 弘利再加50% 把人找來對不對 那你知道當時超車 英特爾的時候 英特爾就想說 技術我也有 錢我也有 那你們可不可以教我 為什麼台積電會贏我 你們睡太飽了 睡太飽 你睡太多了 你看我們夜鷹都沒在睡 所以你可以做到這個嗎 如果你做不到怎麼超越 好 所以我們看到台積電 現在已經極調落籃 極調千人部隊來趕工了 其實台積電缺的 不僅只是員工還缺工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資本支出 這麼高的情況下 你的設備廠什麼 這些要不斷地蓋對不對 那不只是他自己的工程師 現在連設備廠 這些廠房設備 全部要蓋的時候功能不夠 所以要不斷地釋出更高的薪資 這個薪資高到什麼程度 我都在想 如果下次你們敲通告敲不到我 我應該再當公投 為什麼 因為他公投一天日薪一萬 公投到 那是漢工 那是漢工 對 漢工 本來三四千 可以到一萬 對 不會也要想辦法會 所以過去漢工的薪水 一天是三千到四千 現在已經漲到六千到八千 明天就需要到一萬 技術工了 然後你看技術工的部分 兩千五 調高到三千二 然後你看板模的 從兩三千這樣一條 調到三四千 這個很驚人 好 那不只這樣就是說 你知道蓋廠 蓋廠 那我要鋼筋水泥對不對 缺料 那我們現在也擔心一件事 因為台積電現在大量的資本支出 會不會缺料 那你說還好嘛 你看過去 鋼筋漲很多 過去中國大陸 不一定禁止廢鐵的進口 反正我有辦法 可是現在麻煩的是什麼 我們最近發現廢鐵 從一噸六千漲到一萬億 廢鐵 六千漲到一萬億 所以家裡有鐵的 現在怎麼辦 要來囤機 別鬧了 對 真的 沒有 真的 鋼鐵廠 現在都不想做新的 他都想辦法囤他的廢鐵 六千漲到一萬億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突然開放 廢鐵的進口 因為他們現在自己 因為中澳以後 這個打起來以後也缺 所以未來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現在是 缺人缺工缺料 對 但是雖然它缺工缺人缺料 但是台積電一貫的作風 就是讓我們覺得很甘心的 這個作風也沒有改變 你看去年他在做這個竹南場 那你說缺成這樣子 這張照片很有意思 成本這麼高 我放大雨 觀眾朋友看一下 結果 所以如果像我的車 我就開到旁邊 他也會幫我蓋起來 觀眾朋友你猜得出來 為什麼這些車都被包起來嗎 是怕下雨嗎 還是怕什麼 不是 就因為他 台積電在破廠施工 對 他竹南廠施工 說真的 你這麼甘心嗎 有需要蓋嗎 我覺得還好啦 沒有那麼嚴重 但一點點 這個公司股票可以買 所以我覺得很棒就是這樣 那回到過去我們去看 就是說你看這次又繞人 然後又增加資本支出 實際上我們就要去想 過去有沒有發生過 你人不夠你掉人 之前2012年中科廠 也曾經繞人過 食物廠 當時他在這個交貨的過程中 人手不夠也繞人 後來又增加資本支出60億 那你要去想那一段 股價漲了多少 超過50% 一年 一年 那我不敢想說 這一次會不會漲50% 因為我這樣算一下 999 那你剛剛談台積電的時候 第一句話說什麼 你想問觀眾朋友 台積電的員工敢不敢買 好 同一個句話 我要問現場的所有的專家 和分析師 如果是你 你敢不敢買在這個家位 我們讓觀眾朋友來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收在663 請問各位分析師 如果你們可以買股票的話 這個家位你們敢不敢買 請取牌 來 阿文先生不敢買 唉唷 你真是正大膽 來 我們來看到現場有三位分析師敢買 三位分析師不敢買 好 敢買的為什麼 敢買 你也看到999是吧 那我之前就講說台積電 應該有機會挑戰800塊 甚至到900塊 好 來 阿文先生為什麼不敢買 因為我覺得蘋果最近的股價 有一點問題 應該慢慢的會拖累 台積電短期的股價 好 來 牌子再拿起來 我們剛剛敢買的是 這兩位敢買 這兩位不敢買 來 蔡總為什麼不敢買 一切都太美好了 應該是在相對的高感 其實都太美好了 趙勵不敢買 其實PE大概快30倍了 我覺得690大概30倍 我也不太敢買 敢買的這兩位呢 副總都買了 我們就跟著買 對啊 跟著副總買啊 對啊 來 陳妍也敢買 我們來看陳妍 陳妍也敢買 陳妍也是舉圈的 對 那當然除了這個 你看就很明顯了 觀眾朋友現在很傷腦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是3比3 那這是主持人那一條很重要 主持人敢不敢買呢 來 來 主持人很... 來 來 來 不是 因為 站在我這個話題 因為他今天不是員工 所以他... 來來來 講一下台積電 實際上確實今天 你看台積電大漲4.9 聯電也大漲8.88 帶動整個半導體產業 從最上游的矽晶圓 這樣一路到設備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趨勢來講 我們之前一直講 你整個半體上來 你的封測還是要跟上 所以麻煩幫我看一下日月光 好 我們看一下日月光 在今天 我們之前都有跟各位講封測 所以你看日月光投共 這句話就今天看三次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K線 就發現又找不到線了 為什麼 因為又跑到這裡 跳空漲停板 那當然我覺得 未來日月光投控 是你非常重要的一個最終指標 只要日月光投控的股價 還能夠穩定的向上 我覺得整個封測族群 都...後面都會陸續跟上 那你到底要推薦投資人買什麼呢 是推薦台積電還是日月光投控還是 簡單啊 台積電啊 日月光投控啊 剛剛你... 都要買啊 這... 這... 現在什麼年代的 我們是口袋比褲館長嗎 都買 不是 零苦都可以 我... 這一次喜歡就偷偷買 不要再挑了 這又不是逛大賣場 來... 來盡他細選一下 好 再來我們再看一個這個... 除了台積電日月光投控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 今天表現也很好 超風 超風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那今天也是這個... 所以是亮燈漲停 那... 他今年估計如果大概賺4塊錢 其實本一筆相對日月光來講 還有一些些空間 所以... 我幫官員朋友問一句好不好 好 你用白金用漲停板 我就不用你薄了 我自己給我看 可是現在... 可是我們真的... 我們之前過年前講 連遠遠偉是漲停板 結果今天不是還是漲停板 那你到底要我怎麼辦 不是 就是要買 不是啊 那... 那怎麼辦 好 那下次我挑弱一點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我們過年前跟各位講就是這樣 那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所以... 所以那輪計就強準很強了 所以... 你好… 我是在這兒... 我都在那兒... 那是有些人 要回到我… 我看了你... 我會不會走... 那我只是在這兒... 那我看... 我會不會走... 那我不會走... 那我... 那你... 那我...